中美贸易谈判在即 美方再次建制华为 纽约时报5月2日报道 川普政府将出台行政措施 进一步限制外国公司在美国出售通信设备 该举措将主要影响华为和中兴这两大通信设备制造商 报导指 该行动的实行是考虑到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这项行政措施日内就会推出 将进一步限制美国政府机构和私营政府承包商 从类似华为和中兴的外国公司购买电讯设备 因为美国政府确信这些公司帮助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华为和中兴已是世界主要的电讯设备供应商 其中华为号称世界第一 产品包括基站和路由器 在智能手机通信中 华为的产品覆盖了消费者终端设备以及电信公司 美媒放出该消息的时间点敏感 北京时间5月3日至4日 中美贸易代表将在北京磋商贸易摩擦 美方对中兴和华为的系列制裁措施 客观上已成为美方的贸易战争效器 但由于对中兴华为的调查几年前就已开始 因此实际操作上与贸易战无关 这令北京很难采取应对措施 犹如哑巴吃黄连 处境极为被动 在此之前 川普政府已经推出针对华为的多项措施 4月25日 华尔街日报证实 美国司法部正在对华为展开刑事调查 调查同样是针对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 但后果可能比中兴还要严重 因为中兴仅是行政处罚 而华为面临的是刑事调查 稍早 美国监管机构于4月17日采取一项措施 禁止移动运营商使用联邦补贴 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任何电信设备 其中包括华为和中兴 美媒指 接受政府补贴的移动运营商 主要为高成本的农村地区 学校 图书馆和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持 因此该禁令只对规模较小的农村电信公司和互联网提供商构成冲击 而美国大型运营商早已避开华为等中国企业 陆媒报道 在业内人士看来 该禁令针对华为的意味明显 更早之前 美国大型通讯运营商美国电报电话等运营商在政府压力下 已放弃销售华为手机 美媒指 华为在通讯领域广泛的业务分布 使得外界难以独立审核华为在通信过程中到底进行了怎样的活动 今年2月 美国参议员提出一项法案修订案 希望禁止国家机构和政府采用中华维和中兴的设备 修订案指 使用他们的设备就是在邀请中国特工机关全方位介入我们的生活 在美国财政部长等几名高级官员即将赴华 与北京当局就中美贸易冲突进行谈判 中共官媒日前放出风声称 中方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寻求所谓出口优势 也不通过让人民币升值来帮助提振美国出口 有舆论认为 这即使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现状十分棘手 北京的货币政策只能小心翼翼走钢丝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日前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 与中方进行美中贸易问题谈判的高级别代表团 将与本周四 胡与中方派出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讨论美中贸易中的不平衡问题 知识产生保护问题 以及合资技术和合资企业等方面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放话称 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正日益升温之际 中方没必要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寻求所谓的出口优势 文章并引述所谓专家声称 一方面 面对贸易摩擦 中方不可能在汇率方面主动升级矛盾 另一方面 如果因贸易摩擦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 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单方面提高关税影响 也是被动出现的 不是中方主动寻求贬值的结果 同一天 美国《华尔街日报》却引述未具名的中共官员爆料称 中方可能开出的条件包括 下调针对进口汽车25%的关税税率 放宽中国对进口电影分账片数量的配额 购买更多美国商品以帮助缩小美国对华庞大贸易逆差 提议协商美中自由贸易协定等 不过该官员同时释放出另一种风声 中方的上述让步有一条底线不能破 即中方不会停止对一些发展高科技的计划发放国内补贴的政策 也不以人民币升值来帮助提振美国出口 因为中方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会重创中国经济 报道还称美中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涵盖许多结构性问题 并且可能在贸易制裁机制下强制执行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爆料说 现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的刘鹤今年稍早前访问华盛顿时 已经向美国奉上了包括削减关税 商业协议 开放国内金融业在内的大礼包 以及达成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 但当时美国以缺乏实质性内容为由拒绝了中方的提议 舆论认为 现在虽然经过多方的协商斡旋后 美中之间即将正式面对面进行谈判 但对于这次磋商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效 尚不容乐观 分析人士指 对于北京方面敢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前 先放出不让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风声 其实恰恰反映出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实在不佳 人民币面对的压力相当大 所以北京方面既不敢贬值打冒战 也承受不起升值后果 只能这么如履薄冰走钢丝 在不断加剧的美中贸易争端波及全球市场 引发贸易战恐慌的关键时刻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4月27号公布了 关于贸易对象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 中国连续14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 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财长母亲等官员 下周将前往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这一系列事件引发关注 4月27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 2018年特别301报告 也就是关于贸易对象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年度报告 中共连续14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 这份报告显示 2018年有12个国家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 除了中国外 还有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加拿大 智利 哥伦比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 科威特 俄罗斯 乌克兰 以及委内瑞拉 报告说 这些国家存在知识产权执法不足 进而限制市场进入的严重问题 美国之音报道说 这份报告被视作是对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不利或存在不当行为的一个警告 并可能用来向北京施压 特别301报告批评中共 2017年没有积极采取举措打击仿冒品的制造 销售和出口 与美国品牌相同或类似的商标不断被注册 导致美国企业受到损害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27号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中共持续采取倒退的措施 要求美国和其他有意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 将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本土公司 并以此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先决条件 美国政府川普总统就是认识 认识在这个智慧财产权上面 各式各样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你要跟我来辩论的话 这个报告我们就来看 你哪一个地方不是这样子做 那我们就可以来讨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很好 刚好就是说 美国的财经官员到中国去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报告拿出来 然后上上好好地讨论 那我觉得中国也没办法逃避 UCL A.Anderson管理学院经济学家余伟雄表示 如果中国想要真正地向高科技发展 必须真正地去改变 这对中国来说也是好的 不只是帮助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啊 生意啊 产品的销售 其实也会帮助中国本身的高科技公司啊 然后也会扶持中国自己的所谓的创新 下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其财长母亲等官员将前往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表示 他无法预料莱特希泽在中国是否会提及这份报告 但是他说 这份报告涵盖了美国权力人在中国面临知识产权挑战的很多问题 这是川普政府最关心的问题 美国国会山报曾报道 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公司盗用或迫使他们转让知识产权 导致美国丧失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技术 还有数百万个工作机会 去年8月15号 川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考虑发起针对中共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调查 莱特希泽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做出判定后 建议川普可以单方面采取课征惩罚信关税或者其他手段 进行贸易制裁 随后 川普相继出台一些制裁政策 于伟雄表示 川普对中共和朝鲜的制裁态度是坚决不妥协的 东美贸易谈判本周末将在中国进行 在此之前北京已推出数项让步措施 但美媒报道 中方依然拒绝考虑美国总统川普的两大关键要求 此次谈判可能很难达成共识 但该消息来自匿名中共官员 无法确信是否代表北京当局 纽约时报报道 在周一4月30日上午结束的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上 6位中共资深官员和20多位有影响力的顾问 详细阐述了中共政府的经济政策 以及对中美贸易谈判所持的立场 但研讨会上的所有官员和大多数顾问坚持匿名 这些资深官员称将拒绝和美国讨论川普政府过去数月提出的两个最大要求 即削减1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 以及抑制旨在升级中共高科技产业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他们认为这两项长期要求不可接受 应该被排除在本周末的中美会谈之外 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党媒和大外宣将纽约时报英文报道中的 抑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翻译成禁止中国投资高科技领域 这种刻意曲解显然是出于煽动反美情绪 回避敏感问题的需要 中共为中国制造2025赤字3000亿美元 以支持高科技产业主导未来 外界谴责中共政府的支持会让海外相关产业陷入不公平竞争 而共产政权企图主导未来世界高科技 也给自由世界带来巨大威胁 报道称 一位参与研讨会的资深中共官员表示 北京不愿意与美国就任何一致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进行谈判 其他与会者则表示 中方希望通过更好的解释这个项目 并对其进行微调来解决分歧 但这一立场可能无法让川普政府满意 与会者透露 中方已准备好讨论减少每年37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但是北京否认贸易逆差是因为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 并希望通过购买更多的美国高科技产品来减少贸易逆差 但美国一直拒绝向中共出口这些产品 与会者重申了中共进一步开放金融和汽车行业 以及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 希望以此换取美方让步 他们认为 川普商人出身的背景让他更有机会达成协议 不过 他们也表示 中美立场分歧依然巨大 中共领导们对在本周达成协议时怀疑态度 但他们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即中共官员或许会在一个月后前往华盛顿进行进一步磋商 这些官员称 北京不会同意一项包含川普上述两大要求的协议 而且在美方取消关税威胁之前 也不会同意达成协议 而24日川普公布美方贸易代表访华谈判的消息时则表示 如果中美无法达成协议 美国将按照既定计划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这显示在中方妥协之前 美方不会取消针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计划 而另外1000亿美元的计划也在酝酿当中 在美方确定多名强硬派人物方华谈判之后 北京已经出台多个具体措施加大开放市场 包括受离美国信用卡在华业务的申请 声称最快下月大幅降低进口汽车关税 以及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等等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亲自会见美方代表团 中方可能提出削减两成半汽车进口关税 放宽外国电影入口配额 采购更多美国产品等让步措施 而中裁办主任刘鹤两个月前访美时 不但没有见到川普 还遭遇美方加征钢率关税等一系列杀威棒打击 中方这些举措被认为是在贸易谈判前 试图软化美方态度 避免贸易战开打 多数专家对贸易战结局的判断是 中共无法承受经济崩溃的后果 最终会妥协让步 但是在北京做出让步姿态的同时 中共体制内依然不断传出对美强硬声音 不知是出于国内舆论宣传的需要 还是对美方软硬兼施的策略 抑或是有人存心激化矛盾 制造麻烦 中共目前内忧外患 在中美对抗的同时 中共内部权力博弈仍在继续 北京当局嫡系人马仍未完全掌控大局 而搅局的江嘉瑜党却依然大有人在 纽约时报上述报道中 没有透露研讨会是否官方主办 也没有公布与会官员 顾问的真实身份 这些匿名人物的言论是否真正代表北京当局 还值得怀疑 如果确实北京立场 则可能意味着中美贸易冲突将面临再次升级的可能 目前美方仍有后续措施蓄势待发 包括启动新一轮301调查 调查华为违规行为等等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中美贸易谈判在即 美方再次建制华为 纽约时报5月2日报道 川普政府将出台行政措施 进一步限制外国公司在美国出售通信设备 该举措将主要影响华为和中兴这两大通信设备制造商 报道指 该行动的实行 是考虑到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这项行政措施日内就会推出 将进一步限制美国政府机构和私营政府承包商 从类似华为和中兴的外国公司购买电讯设备 因为美国政府确信这些公司帮助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华为和中兴已是世界主要的电讯设备供应商 其中华为号称世界第一产品包括基站和路由器 在智能手机通信中 华为的产品覆盖了消费者终端设备以及电信公司 美媒放出该消息的时间点敏感 北京时间5月3日至4日 中美贸易代表将在北京磋商贸易摩擦 美方对中兴和华为的系列制裁措施 客观上已成为美方的贸易战争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日前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 与中方进行美中贸易问题谈判的高级别代表团 将与本周四 吴与中方派出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讨论美中贸易中的不平衡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以及合资技术和合资企业等方面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放话称 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正日益升温之际 中方没必要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寻求所谓的出口优势 文章并引述所谓专家声称 一方面面对贸易摩擦 中方不可能在汇率方面主动升级矛盾 另一方面如果因贸易摩擦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 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单方面提高关税影响 也是被动出现的 不是中方主动寻求贬值的结果 同一天 美国《华尔街日报》却引述未具名的中共官员爆料称 中方可能开出的条件包括 下调针对进口汽车25%的关税税率 放宽中国对进口电影分账笑气 但由于对中新华为的调查几年前就已开始 因此实际操作上与贸易战无关 这令北京很难采取应对措施 犹如哑巴吃黄连 处境极为被动 在此之前 川普政府已经推出针对华为的多项措施 4月25日 《华尔街日报》证实 美国司法部正在对华为展开刑事调查 调查同样是针对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 但后果可能比中兴还要严重 因为中兴仅是行政处罚 而华为面临的是刑事调查 稍早 美国监管机构于4月17日采取一项措施 禁止移动运营商使用联邦补贴 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任何电信设备 其中包括华为和中兴 美媒指 接受政府补贴的移动运营商 主要为高成本的农村地区 学校 图书馆和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持 因此该禁令只对规模较小的农村电信公司 和互联网提供商构成冲击 而美国大型运营商早已避开 华为等中国企业骗数量的配额 购买更多美国商品 以帮助缩小美国对华庞大贸易逆差 提议协商美中自由贸易协定等 不过该官员同时释放出另一种风声 中方的上述让步有一条底线不能破 即中方不会停止对一些发展高科技的计划 发放国内补贴的政策 也不以人民币升值来帮助提振美国出口 因为中方认为 人民币升值将会洞窗中国经济 报道还称 美中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涵盖许多结构性问题 并且可能在贸易制裁机制下强制实行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爆料说 现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的刘鹤 今年稍早前访问华盛顿时 已经向美国奉上了包括削减关税 商业协议 开放国内金融业在内的大礼包 以及达成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 但当时美国以缺乏实质性内容 为由拒绝了中方的提议 舆论认为 现在虽然经过多方的协商斡旋后 美中之间即将正式面对面进行谈判 但对于这次磋商究竟能取得多 陆媒报道 在业内人士看来 该禁令针对华为的意味明显 更早之前 美国大型通讯运营商 已放弃销售华为手机 美媒指 华为在通讯领域广泛的业务分布 使得外界难以独立审核 华为在通信过程中 到底进行了怎样的活动 今年2月 美国参议员提出一项法案修订案 希望禁止国家机构和政府 采用中华维和中兴的设备 修订案指 使用他们的设备 就是在邀请中国特工机关全方位 介入我们的生活 在美国财政部长等几名高级官员 即将复华 与北京当局 就中美贸易冲突进行谈判 中共官媒日前放出风声称 中方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来 寻求所谓出口优势 也不通过让人民币升值来 帮助提振美国出口 有舆论认为 这即使反映出 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现状十分棘手 北京的货币政策 只能小心翼翼走钢丝